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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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各位聚这个点灯的散伐跟力量 所以经上又继续说 见到水、看到火、见到动物、见到过往的亲人 这些都是冤亲在主在讨包 这些都是要逼迫着你堕落三恶道的显现 或是有些人看到黑白无常等等 那点灯的人不会看到这些 为什么?因为灯代表光明 灯代表佛光 念佛之人 看到佛光就可以往生净土 生病的人 生病苦就可以消除 所以灯的力量是如此的广大 可以让我们灵命中不失念 不失正念的意识 心很安住 死的时候不会迷惑 不会手忙脚乱 所以这个就是点灯的自自然然的功德利益 灵命中的人自自然然念佛念法念生 再来经上又继续告诉我们 点灯的人 灵命中的时候 父母眷属 皆兮围绕大悲好 就是人死的时候 亲人都有种种的不舍 在那边哭 老爹 你怎么没情 伴我爹 阿母 我又小孩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这样子的一个不舍掺杂 所以当这样子的亲情跟感情交接在一块的时候 灵命中的人是很痛苦的 所以是佛门当中八苦的 里面的爱别离苦 那点灯的人 有什么样的力量 这边告诉我们 灵命中的人 人不念亦不是 比人正念常不乱 意思就是说 你要死 你常常站上 你母靠爷 哭 你知道 有看好像没看 或者是 这一户家人 家财万贯 那死的时候 大家在那边争吵 在那边分财产 在那边有的没有的 你 最爱的孙子回来了 你最讨厌的儿子回来了 你也不会觉得起称恨心 所以点灯 有这个力量 不执着 也不称恨 所以不念亦不是 正念常不乱 你怎么好好念 人会死 我要去阿弥陀佛 那里 只要看你要怎么处理 你们家的事 你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错来了 我要来了 这样有主宰吗 有啊 有啊 那 那就告诉我们 灵命中 常常点灯的人 除了不思念 那 轻见十方 大放光明 虽然是往上往生的 画面暗默默 你那一刹那 你会发现 哎呦 光明显现 前面也光明 后面也光明 左边也光明 右边也光明 整个虚空都是大放光明 从来世间没有的光明 在此显现 就好像灵命中的时候 看到阿弥陀佛来 天色 闻到香味 檀香之味 乃至于看到圣境 点灯的人 随着你的念头而投生 你要升天 如果你想要去四天王天 那四天王天的显现出来 那你就会很高兴 因为每一天 显现的境界 快乐 殊胜不一样 那你要投生极乐世界 那你命中的时候 随着你的念头 极乐世界就显现了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世人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所以念佛之人 除了念佛 还要持戒 除了持戒 还要共灯 让这个西方境 快速显现 好不好 好阿 点灯的力量 所以接下来 这边又告诉我们 点灯 那必定升天 那升天 这边讲的 摄立佛 供灯的人 死的时候 生于33天 那升天之后 得到五种亲近 第一个 亲近生 我们这个 沙婆世界 是不亲近的生 里面都是 瓜 尾 五脏六腑 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一个皮 里面的都是肮脏 污秽 不干净 臭得要命 对不对 要不要检验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说 给我念一遍 言有言死 耳有而死 鼻有鼻死 全身都是死 那你 供灯的人 死掉之后 升天 没有这个肉体的束缚 整个是清净相 光明的 透明的 不会看到血 不会看到骨头 这是第一个 清净之身 第二个 于诸天人 最为殊胜 威德 你点灯的人 跟一般做善事升天不一样的 你点灯的人升天之后 你有威德 你旁边会有侍者的 哎呀 夫人你要吃苹果吗 我要吃桃子 每个人都在伺候着你 威德 你要去哪里 都有侍者 你要去哪里 都有人服侍 这是书胜威德第二个清净 第三个 常得清净念慧 一般人寻善升天 他 善事升天 升天之乐果报完了之后 他会堕落的 那点灯就不一样了 点灯 常得清净念慧 意思就是说 你会继续修行 升天只是个享受快乐的一个踏板 那你 升天你还会念慧 你会想着 哎呀 我虽然身在这个天上 但是我要继续修行 我要护持佛法 如果这个人世间有佛陀 在讲经说法 你也会从天上下来清净 归衣三宝 那护持佛陀 所以点灯的天人 跟这个世间行善的天人 是不一样的 差就差在念慧 第四个清净 代表 常常升天的人 那你心想事成 你内心所想的所需要的 一切都可以满足 第五个清净 你升天 你都得到如意的眷属 这些如意的眷属 跟着你修行 好不好 好啊 那如意的眷属 跟你一样 念佛念法念生 不然一般的天人 都在享受快乐 那享受快乐完之后就堕落了 意思是说 我们点灯的人 善业是日日真 那恶业不显现 那你的善果 善跟日日的增长 那一般的天人 他享受他的福报 他的善业是慢慢的锐减 那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得到这 天人的五种清净 第一个 身清净 第二个威德清净 第三个念慧清净 第四个称义清净 第五个眷属清净 那再来升天之后 又给我们做一个保证 《蓝灯功德经》又继续阐述 升天命到最后的阶段 那奢侈天命 下身人间不堕恶趣 这个也是我们的保障 堕落三恶道 苦不堪言要出离 谈何容易 那你做人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最上总性 最上总性不是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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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总性不是人人羡慕的那一种 最上总性是信佛之家 你会投身在佛法的家里面 那你佛法的家里面 那就不会迷失了 你不会生在邪见家 你不会生在这些 天主教基督教 你也不会生在屠夫家 不会生在造业人的家 如果你常常点灯 那你会生在欢喜不失的家 你还没出事 你老爸每天你保持 你出事你保持更厉害 你老爸保持五百块 你出事你保持一千块 你老爸看到人都给一百块 你看到人都给五百块 一百块哪有够 这样好不好 行善猛啊 所以你提升就很快了 不生邪见之家 那接下来 蓝灯功德经又告诉我们 点灯的人 让我们生饶病死都得到保障 刚刚讲了 死的时候不迷失 死的时候不恐怖 那点灯的人 死的时候没有四大分解的痛苦 四大分解的痛苦 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 佛陀告诉我们 现在在这个沙婆世界 生病的人 或者是住院开刀的人 很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啊 不如你灵命中的百千万亿倍啊 所以 由此可知啊 灵命中的痛苦 是每一个人都受不了的 灵命中的痛苦 佛陀形容啊 叫做乌龟拔壳 牛被扒皮啊 你看乌龟拔壳 活生生的把这个乌龟的壳拔起来 你看痛不痛啊 牛被扒皮啊 你的皮跟你的血肉 本来是黏在一起的 那这样子的来给你皮扒起来 那等于是活在地狱里面啊 那点灯的人自自然然就没有这些痛苦啊 所以常常共灯好不好 让我们好死 这个是对于死的利益啊 那生有什么利益呢 蓝灯功德经就继续说啊 出生的时候 快乐无忧恼 那你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你是来修行的 你是来报恩的 你是来学佛的 你是来出家的 你是来做菩萨的 所以一出生的时候你就有宿命通啊 你上辈子在哪里啊 你上辈子曾经在高雄 生命书方受十八幻灾界啊 所以你四五天想你就是想要来这 耶铃师姐不知道还在吗 现在不知道八十月了吗 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在吗 你就有宿命通啊 你能够知未来 你能够知过去世的事情啊 这个叫做得宿命通 生理一变得啊 那意念本来处啊 那就是说你要来修行的 那你不会造恶业 那之后出生之后会怎么样呢 因为内心常常啊 不会有不好的念头啊 那不会有负面的想法 那不会有悲观的情绪啊 这个就是点灯的功德好不好啊 我们现在不好的念头到够多了 不好的念头一百分了 好的念头到二十分了而已 一看就知道你们点点点不够 啊 啊 所有你三口而已啊 不敢出了 啊 一天啊 像我 有福报 啊 跟着师父 我的法会到哪里 万灯跟着我到哪里啊 啊 我一出门啊 旁边两台货车跟着我走啊 我很感恩啊 那我也很珍惜啊 因为我这样子做 纯粹只为了利益众生啊 我没有好名啊 但愿众生得利苦啊 点一灯啊 得以光明啊 一盏灯代表一世界啊 一盏灯代表佛的菩提心啊 一盏灯代表诸佛菩萨的光明啊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金门啊 啊 前面的人没做到 后面的人也不会有 这个叫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居然在这个金门共万灯呢 这些出名了 天天共万灯呢 没饱饱了 没有人在金门这样点的啦 我看金门有点百灯就不错啦 那在屠宰场也一样啊 那在坟墓区点更是殊胜啊 所以点灯在佛堂点 跟在外面点 跟在需要众生苦难的地方点 功德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点灯代表佛光 佛光就是在加持受苦众生啊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灯的光明带到医院 带到屠宰场 带到坟墓区 带到众生有苦难的地方 火灾处 水难处 地震处 那个是很殊胜的啊 众生见到光明 见到佛啦 内心就安稳了 就不再害怕了 所以点灯的人 内心常常安定安稳 得到三昧啊 内心清净 快乐无比啊 啊 所以点灯啊 得如是果报 至至然然啊 啊 然后点灯的人 不会造诸恶业啊 点灯的人 必定出家持境界 至算你现在是在家啊 但是你常常点灯 你就会生起出家人的出离心啊 啊 燕离生死 藏户世间 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家啊 燕离生死 有解脱的力量啊 燕 藏住世间 有慈悲的功德 点灯的力量 通通都得得到啊 那 再来 点灯的人 出生在这个人世间 你 身体自然没有病痛 都不破病啊 每个人都是伯居罗尊者好不好 好 九十一节不生病啊 啊 什么样的 头痛 请问一下头痛是什么嘴唇啊 你来说一下 哈哈 你不知道啊 请问一下头痛痛是怎么痛苦 你说多少 你 你 你没办法感应啊 那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没有病痛啊 也没有不好的啊 啊 而且点灯啊 开智慧不愚痴啊 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你知道啊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你明白啊 什么事情该想 什么事情不该想 你完全都透彻啊 啊 所以这个灯的力量 无法说明啊 再来 在我们身上的眼睛没有种种的疾病啊 不会现在看去 大家都看不见 没有青光眼啊 没有白内障啊 没有肥蚊症啊 没有这些有的没有的 为什么 summer 没有 那 塞败 取得八十 Arabia 又一点零 使得八十道 龔腎症很你都看不出了 喔 三空你來啊 三空你來 不是你要坐 你要坐203啦 所以你看 點燈 是這麼的殊勝啊 然後 於佛法當中啊 普照一切啊 對這個佛法的經典一目了然啊 看 容易吸收啊 每一尊佛他的本願 他利益眾生的事蹟 他的本懷你都可以吸收 都可以了解 那點燈的人像好莊嚴啊 長得很莊嚴 人家看不會有欲望啊 那點燈的人啊 大家容易喜歡親近你啊 點燈的人家裡面都學佛啊 點燈的人得大財富啊 得不壞眷屬啊 然後 睡覺的時候都夢到佛菩薩 都夢到天人 都夢到你在參加法會啊 點燈的人啊 會 可以得到福障 種種的一切啊 你想要得到財富的啊 怎麼樣累積福報 那你就去看那個福報的書啊 自自然 自自然然就會引導你 心想事成啊 所以這些都是點燈的功德利益啊 這貨車上就只有我 在電波的路上行駛著 下車時才發現 這裡的貨車上就只有我 房子寬大乾淨 比起之前的破爛房子舒適多了 這裡的食物營養好吃 比起之前的窮酸廚魚好吃多了 這裡的同伴活潑可愛 比起之前的孤獨一人有趣多了 這裡大師傅下臉迎人 比起那離別時的淚水更讓人難忘 慶幸的是我逃離了被宰殺的命運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許會比較溫飽 在這裡我也度過了安逸的十個年頭 您還時不時長途跋涉 帶著年邁的我一起散步聊天 謝謝您讓我度過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小小小小小小 天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他身上的光明超过十二个太阳那么大 所以再来捏一下 南无日功尊天 南无月功尊天 然后呢这个日天也叫保日天子 那事实上日天是观音菩萨的视线 观音菩萨的视线 然后很多人说那日天的太太是不是月天呢 不是的 在经典说日天的太太 她叫红侠 各位没有看过红侠 就是晚上那个傍晚那个红侠 那就是她老婆 所以她的名字叫红侠 永远年轻 漂亮 而且很有善心 要布施给别人 而且呢 这个红侠的发愿 只要看到我的 就不容易生气 所以晚上看到红侠的内心好不好 就是她的老婆的意思 然后呢 日天跟月天 他们过去世 都以善心供养出家人 普罗门 邦寄贫穷 而且随众生愿 不逆人意 尽量帮助别人 守五戒 十善 经常点灯 所以感到日天的果报 所以各位很重要 慈戒 五戒 布施 点灯 那身体光亮 然后在密教里面 把日天 太阳宫 当作是大日如来的视线 为了立即众生 永远安住在叫 念一下佛日三昧 就是佛的光三昧 然后让所有的众生 发布里心 然后我们现在把日天 做成中年皇帝的形象 脸红红的 手上拿一只红莲花 它的头上有一个太阳 那里面有一只兔子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再来月天 月天叫什么 来念一下 拿婆保吉祥天子 它也是 它是大四字菩萨的化身 所以过去是 成修布施 持戒 点灯 种种的善业 成为月公天子 那在经典说 它是男的 但是现在把它 化成像女生一样 然后呢 月天欢喜的时候 它就会用这个 冷光 不是热光 月亮的光 叫冷光 用冷光 增加世间的善业欢喜 如果你受到这个月天的冷光 一照的时候 人不会发烧 没有热病 而且 一被这个月光一照到的时候 就不会生气 称念 一舍掉 所以看到月亮 心情很好 就是这个意思 再来 再念一下 来 南无三十三天尊天 对 这三十三天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在套利天里面 合起来三十三天 再来 南无严罗尊天 南无严罗尊天 我想这尊大家都认识了 可能不想见他 严罗翁 就不用介绍了 虽然圆罗王也是登地菩萨视线的 为了要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 自己七天要拔一只皮 来消除他们的业 来领受他们的痛苦 这圆罗王也是个护法者 再来念一下 南无撒接罗 龙王尊天 南无撒接罗 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讲的 叫水天菩萨 水天菩萨 他就是海神 当然龙有法形龙王 跟非法形龙王 法形龙王就是专门在守护我们的 非法形龙王就在闹水灾的 非法形龙王 所以这个沙基罗龙王 水天菩萨 他是属于法形龙王 他护持什么 佛的设立子 佛的经典都在他的龙宫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 《华阴经》 《波瑞经》 都是这个沙基罗王在守护的 在佛陀的时代 龙王也不断视线来 护持佛陀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做成皇帝 穿了皇帝的衣服 头是龙头戴着皇帽 然后呢 各位如果在家里供养 法宝设立子 最好旁边给他写个龙王菩萨 守护着 所以我们现在来不及了 现在请他们印 下个月印好 把二十四诸天印好 名字写好 供在家里 好不好 标准是要供养的 但是在中国的寺庙 供养的时候呢 他们不是站的 他们是站十五度 站十五度 供养的佛 这就是只能写这个方法 我们下一次的写真 等会儿 我们下一次的写真 上一次的写真 放下来 再看 我 再看 我 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